政府将在下个月11号的国会特别会议提成反跳槽法修宪案 政府今天终于说明草案中对跳槽的三大定义 除了常见的议员胜选后退党 就连被政党开除或是独立议员加入政党也算跳槽 负责国会及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纳都斯里旺朱乃迪 今天向国会上议院说明反跳槽法宪法修正草案中 三个构成国会议员跳槽的情况 第一个情况就是上届大选后发生的最凶的场景 也就是国会议员宣布离开代表上阵的政党 成为独立议员或加入另一个政党 第二种情形则是国会议员被政党开除也被视为跳槽 这是为了确保国会议员遵守宪法以及党的规账制度 而开除有关国会议员的政党也面临失去席位的风险 因此必须再次选举 至于第三种被视为跳槽的情况 是胜选的独立议员加入任何政党 旺朱乃迪也指出如果反跳槽法案过关将只针对法令生效后的事件不具备追溯效力 他也解释如果胜选国会议员的政党被解散或政党和另一个政党结盟 或者这名议员成为国会上下议员的议长或主席 有关议员不会被视为跳槽 另外不是经过选举产生的国会议员则不受反跳槽法令约束 而就在望朱乃迪向上议员解释跳槽定义的当儿 沙拉越斯里阿曼国会议员马斯·古扎 宣布退出属于在野党的沙拉越全民团结党 转而支持首相纳杜斯里·伊斯迈·沙比里 他指出当前国家政治不稳定 因此咨询了选民之后决定当一名支持现任政府的独立议员 也希望政府能够给予他和政府议员同等的选区拨款 随着马斯·古扎退党 全民团结党目前只剩下一名国会议员